最近兒子放暑假 我很自然每天都要跟她去玩 陪她去這裏那裏 少了很多自己裝美的時間 什麼都要快 連護膚化妝都是以簡單為主 所以我今天想分享一個 我近日常常都化的簡易冷人妝 說明快就當然連膚面膜都要快 最近我常常都用這支面膜 它是金箔黑乳紙面膜 用手塗勻整個面 它有美白功效 可以去面黃 那就不怕膚色經常都暗暗沉沉 有時晚上回到家 還會一邊洗澡一邊敷 省時間 敷15至20分鐘左右 洗乾淨就可以塗爽膚水 這支Biofram護膚原液 我之前在Facebook也提過很好用 已經用了一段時間 很明顯我看到我的膚質真的有所改善 然後用眼霜 斑斑的位置可以塗上去斑精華 最後用這支EPL的精華露 它除了可以當精華用之外 還可以單獨使用 所以我塗完這支精華之後 已經好補水 不用再加面霜 就可以直接上妝 超方便 第一樣必備就是防曬 這支防曬還有淡淡的玫瑰味 真的化妝也比較醒神 然後就用美塗霜 之前都有介紹過 是懶人必備 一推開就可以修飾毛孔 可以省下粉底的步驟 如果那天有多一點時間的話 其實我都會用這個量膚霜 少許份量就可以了 因為塗一點就可以令整個妝容更加有光澤感 然後當然是畫頭眉 最近不知道為什麼 喜歡畫粗一點 因為看上去個人都會精神一點 眼影方面我會用一些自然的顏色 用淺啡色做一個打底 然後在眼尾的位置 塗一點這個深啡色的眼影 這樣就完成了 畫眼線 眼尾的位置可以拉長一點 這樣就會有傷長眼影的效果 而下眼線我就會用啡色的眼線筆去勾畫 因為有時候我都很懶 所以我會省一點時間不擦摺毛液 不過出來的效果都很自然 還有精神的 最後呢 會加少許的胭脂 和少許的桃紅色唇膏 再塗上碎粉 這樣就完成的妝容了 然後就完成了 髮型方面我最近真的很少理 因為實在太忙了 經常都是中間分解 但因為看上去實在太滿了 唯有就用這個捲髮棒 捲一下前陰 這樣看上去也會好看一點 好了 這樣就可以很精神的樣子 出街街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次的分享 下條片再見 拜拜 都不知道 早就 fa了 ài